女子个人追逐赛同牌站在两名中国骑手之间展开 204号关思齐,她的赛车由山东瑞报制造 237号王素素,她骑着一辆法国陆克自行车 两部赛车都采用前五刀后封闭轮组 配合各种装备,降低风阻,减轻重量 赛车没有刹车,飞轮固定 小阳车往前走,骑手全程腿不能停 想衡量一名自行车手真正的个人能力 就要让他来试一试场地车 3000米的赛程,王素素以3分33秒895率先撞线 为中国场地自行车队拿到一枚铜牌 中国队的教练告诉记者 相比昨天,今天队里的主将状态不太好 所以让年轻队员多打一打 昨天本站世界杯赛的第一个比赛日 中国自行车队迎来前所未有的爆发 在男女团体追逐赛 男女团体竞速赛中 中国车手全部登上领奖台 最终收获三斤一银 仅仅一个比赛日的功夫 中国队就创造了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成绩 不停骑行,不停超越 中国场地自行车人终于迎来了厚积勃发的时刻 这个地方在世界杯赛场上还能重ate 不停骑行,不停骑行 感谢观看